201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经展出奥赛美术馆的珍藏品 有位观众问一位现场导览员说 这是米勒十岁的话吗 导览员摇摇头说 这是他43岁的画作 老师问 各位同学 有没有人可以解释水网低处流 两网高处爬的含义 有位同学说 包括老师 昨天我家浴室地板漏了一点水 一楼都灵机 马上就爬楼梯上来 和我爸爸大声理论 有一天下午 有个客人到幼稚园 他问一个小弟弟说 小弟弟你五岁了没 小弟弟回答他说 我四岁还没五岁 小李虽然读的是自然科学 而且在科技界做事 但他很奇怪 都很怕鬼 特别是农历企业鬼门关 一打开的时候 他就会很紧张 小弟上网问聊天机器人说 鬼那么可怕 但请问鬼 本身也会感到害怕吗 机器人说 当然也会 当然也会 比如 鬼怕咖啡 因为咖啡会提神 还有鬼也很怕女人 因为女人专门疑神疑鬼 而且鬼也很怕钱 因为有钱 能使鬼推磨 其实鬼门开 并不可怕 但没钱开 最可怕了 七夕情人节的晚上 在朦胧夜光下 阿民向女朋友发誓 阿贼 你是我这辈子 第一个 你是最后一个 爱上的女孩 小真听得非常激动的说 真的吗 青年节能听到这句话 真的让我太感动了 阿民说 我是说 如果中间都不算 小明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 像如果有火灾 或车祸 发生的时候 他都很喜欢跟人家一起围观 在市库现场看热闹 甚至起哄 有一天 他逛街途中 看到一堆人 又挤在一起围观 好像发生了车祸 他挤不进去 他就灵机一动中 拜托各位 让开好吗 里面的人是我爸爸 大家只好让开 小明起进去一看 是一只猫受伤了 兽医正在帮猫包扎抢救当中 这次地理考试 小明考了59分 全班 只有小明一个人不及格 小明回到家里 就和弟弟抱怨说 唉 运气真倍 就这么一分隐喊 弟弟说 你弟弟考得那么差 难怪你常常迷路 七夕青年节 小王在舞会 遇到一位打扮清凉的郑妹 舞会结束 小王和郑妹说 让我送你回家吧 我对天发誓 绝对不会吻你 抱你 我的棘子 绝对是一个标准的绅士 正面 冷冷地回答说 哦 听你这么一说 那我要你送我回家 干什么 有位年轻的女教师 搭乘公车 发现对面坐着一个熟悉的帅哥 一次便跟对方打了一个招呼 想不到该男子 你都不理他 一点反应也没有 使他甚为狼狈 一次他说 真对不起 我以为你是我学生的爷爷 一个财务顾问 说到印刷厂新印的一盒名片后 很生气的 马上打电话向印刷厂反应说 你们搞什么鬼 你们把我的名片印成 专业雇门 拜托 少了一个口子你知道吗 印刷厂第三天 就送来一盒新的名片 上面头衔写 专业雇门口 有位首次参选市长的候选人 在台上进行证件发表 讲到一半 忽然有人大声喊 狗屎 垃圾 这位候选人 并不生气 把他笑笑的说 各位市民朋友 请别着急 我马上就要谈到你 关心的环境脏乱相关问题了 七夕情人节的晚上 一位帅哥 遇了一位心仪的女孩 上七星山看夜景 万家灯火 很是美丽 不过此时 山上一阵凉风吹来 难得低头问 你冷不冷 你还非常的感动 不过他说 我不冷 这时候男孩就说 那你那薄外套 可不可以脱下来 给我穿 我有点冷 你 你 说